中華企業射箭聯賽第三年順利落幕 聯盟也特地舉辦了隆重的頒獎典禮 邀請大家盛裝出席 為今年賽事畫下完美的句點 邁入第三年的射箭聯賽 分別由新北凱薩 韓社集團 新竹市愛山林 台南射箭隊 協會青年隊 以及台中銀行等六支隊伍 共計58位選手來分戰較量 總計10輪30場比賽結束後 原本排名第五的新竹市愛山林 在季後挑戰賽中一路過關斬將 最終更殺進冠軍戰 要和尋求三連霸的韓社集團一決高下 結果五戰三勝的冠軍戰 愛山林在二連勝後 第三戰在和韓社比到4比4平手後 進行加射 最終在靠著鄧宇成的一支九分劍 搭下聯賽三年的總冠軍 哇 搭上的名字 我們韓社集團的分數是25分 愛山林的分數是26分 是愛山林 我們今年第三年中華企業 射箭聯賽總冠軍隊伍 恭喜 講到子弟兵們的表現 尼大志教練對他們萬分肯定 認為在不被看好的情況下 一場贏過一場 他們渴望勝利的氣勢已經無法擋 一切是順水推舟 水到渠成 不要以為不可能 反正我們就盡可能去挑戰 把自己最好的狀態 然後在場上很開心地去把它射出來 我們就是要去創造 不可能或是創造奇蹟 我們就一關一關去打 那我覺得整個過程 大家從贏第一場之後 然後接連的再贏第二場 我覺得那整個氣勢是衝到頂了 我已經看到我們 整個全隊選手的那一種 想贏或者是想進總冠軍賽的 那個氣勢已經來到頂端了 所以那時候我其實 就是對他們就很有信心了 最終設下至勝一箭的鄧宇誠 不鞠躬 認為這場勝利是團隊努力的成果 很高興大家發揮的都很好 也沒有說像帶領 我們是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然後就也是找出自己的缺點 然後就想著說 怎麼樣可以提升我們整體的表現 然後就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然後最後就有今天的成果這樣 團體的部分由愛山林所奪下 另外本屆劍尊爭霸賽中 劍林之王以及劍林之后 則分別由韓社集團的 奧運銀牌射手魏君恆 以及協會青年射箭隊的 小學妹蘇思敏分別拿下 魏君恆今年在賽場上 展現了絕佳的穩定性 例行賽出賽了8場個人賽 9場團體賽 拿下17勝 勝率百分百 但在劍林之王的決賽中 卻和只有高二的張毅中 設了個平手 要靠加射揍死賽來決勝 要靠加射揍死賽來決勝 喔 十分劍耶 張毅中 非常果斷的出手 這支似乎比較近喔 確實是比較近一些啊 最終魏君恆以具 把心比較近的十分劍 射下張宜中 繼元年後 再一次奪下 劍林之王的寶座 其實那次可能是 帳面上的成績 可能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自己的目標 還沒有達到這樣 就是整個在場上的過程 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就是自己還會在持續 朝這個不足的地方去努力 對 劍林之後是協會青年隊的蘇思敏 值得一提的是在決賽中 他一度處於1比5的落後 最後演出絕地大反攻 擊敗了兩屆奧運國手林佳恩 出生之毒不畏虎 也是大家看好的明日之星 就其實那時候 背5比0的時候 我自己就沒想那麼多 就是感覺說 沒有關係 就是盡力 盡自己對待的能力去射就好 就不要說 為了想要拿下 所以特別緊張還是什麼樣 就放輕鬆 然後再自己拿下 就是逆轉勝之後 我自己其實也蠻開心的 就是很興奮說 我可以做得到 雖然今年受到疫情影響 聯賽中斷了將近兩個月 但最終還是能夠順利完成 聯盟已經開始準備 2022年的聯賽4年 預計將會有不只一支新隊伍加入 不但渴望提升聯賽的精采度 也更可以提升國內的射箭水準 期望看到他們能在 更大規模的國際賽會中 設下一面又一面燦爛的獎牌 陽明世界 YOU!